所以看我最厲害的就是它打趴大創的美感 是直逼無印良品的程度 明明已經戴了整個京都 看過好幾次 但我現在戴是覺得很好看 天哪 好可愛喔 可愛死了 我有點後悔我只買一盒 我一定要買好幾盒回來的 你知道它多少錢嗎? 我們會嚇死 歡迎回家游星星 我前陣子去了京都蜜月旅行 然後在那邊逛到了一間 我之前就逛過 然後很想推薦給你們 這次呢我直接買了一整袋回來 要跟你們分享的 如果你還不知道這個品牌呢 它在日本的各大城市都有分店 其實就有點像是我們熟知的大創 但是它的單價稍微再高一點 每一件商品呢 都是300元日幣 我這次去到呢 是更完整的 裡面的東西呢 比3 coins 還要更多元 更豐富 更燒 不過就不會全部都300元日幣 但價格還是非常的合理 甚至有過低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3 coins最厲害的就是 它打趴大創的美感 是直逼無印良品的程度 質感或許還差一點 但是價格便宜非常多 無印的東西 多半都是純白色的 但3 coins有很多奶茶色的 更吸引我 今天這支影片就是 最一塊我想要推薦給你的 八樣奶茶色好物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跟著我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樣 我直接不賣官紙 拿出我這次最喜歡的 圍巾 先直接帶給你們看 超級可愛的 它是長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洞 可以這樣穿進去 是不是很可愛 這個變得好冬天喔 好好看喔 明明已經帶了整個京都 看過好幾次 但我現在帶還是覺得 很好看 而且你們知道它多少錢嗎 你們會嚇死 這一個呢 是800日幣 也就是170幾塊台幣 不到200塊台幣 就有這麼可愛的奶茶色圍巾 我那時候發了線動之後 我還有好朋友問我說 可不可以直接去幫它代購一條 因為真的太可愛了 而且它還有其他這些顏色 白色也非常的軟萌 然後還有百搭的 灰色跟黑色 你們一定會想說 這個100多塊的圍巾 是不是超沒用 就是不會保暖 確實它沒有很保暖 但我覺得非常棒是為什麼 我們去日本玩的時候 都會想說 買那些冬天用的東西回來 台灣根本就用不到 但是它不是真的真的很暖的那種 所以它可以在涼的天氣 你也可以帶來 妝可愛 然後微微的保暖 因為它是巨質纖維的材質 所以它有一點防風的功能 然後也算是防潑水 結果喝水滴到上面 但也不會怎麼樣 也蠻好清洗的 因為這個上面這種刷刷的材質 不是綿的 就不會那麼怕 狗到東西 所以我覺得 以整個實用體驗下來 真的是 非常的超值 我本來是想說 買回來拍片 結果我後來幾天 我就一直忍不住 帶著它在京都趴趴走 如果我不想用的時候 就這樣拿下來 然後它這個呢 很好塞在包包裡 你看你把它壓扁之後 其實只有這樣子 小小一個而已 我那時候帶的手提包 都是裝得下 我就不要用的時候 就直接收起來 這個真的好讚喔 大推耶 如果你只是想要 稍微戴個幾天 又不想要買太貴的圍巾的話 第二樣是 襯裙 是不是一個很冷門的東西 但我覺得是 非常貼心 非常細節的 一個商品 它一共好像有五種 襯裙 有短褲 有長裙 有中裙 也有那種 細肩帶的小洋裝 都很適合放在 白色啊 或是淺色的洋裝下身裡面 因為我們很常會有一些 淺色的東西嘛 那個照到光 其實內褲都會很明顯 蠻少遇到專門在搬賣襯裙的 但他們家竟然有 而且全部都是這種 酷色奶茶色的 我有短的安全褲 然後也有那種長的襯裙 但是沒有這種 五分的 它的材質呢 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是有點像 真的完全不會透膚的 整個都是陽光 但是照下來 你是完全看不到 我裡面的皮膚 所以我覺得拿來當襯裙 真的是很不錯 而且它的拉伸度也蠻好的 然後還有分尺寸喔 像我買的這個M到L的尺寸 它一個是 300塊日幣 就是這一條只要60幾塊台幣 超級便宜 我自己覺得我用襯裙下來 最實用的是那種 細肩袋的襯裙 那個真的很好放在任何的洋裝裡面 然後如果你有時候太熱 你可以直接單穿它 接著下一樣呢 是我發現它有一整區 全部都是放旅行的收納袋 有各種收衣服 收鞋子 收包包 然後收化妝品 3C用品 各種 自己買了我日常也會使用 我覺得最好用的 吊掛式的盥洗收納包 我另外呢 也有準備了這個 也是盥洗收納袋 想要抽獎給你們 如果你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 跟我說今天的影片裡面 你最被燒到的是哪一個好物 就有機會可以抽中這個 很實用的奶茶色收納袋唷 我真的是出門旅行 非常的愛用這種旅行收納袋 但是因為我的那個呢 是白色然後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它變得蠻髒的 所以我本來就想要買一個取代它的 這次在3C用看到這個奶茶色的 我就立刻買下來 想說要來把它更替到這裡面 它整個袋子都是網狀的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盥洗收納袋就是一定要防水 然後耐髒 而且呢它跟我慣用的是一樣的設計 就是有3格 我覺得3格是最實用的 第一格呢我通常會拿來放 牙刷牙膏跟隱形眼鏡盒 這是我自己的習慣 就是比較容易會濕濕的東西 我會放在這裡 更好的話可以做有一種是 透明的那種防水材質 我覺得會更讚 然後第二格呢我會拿來放 像是常用的梳子啊 藥啊或是小東西什麼的 我會集中放在中間這一格 但是我之前的比較小 我現在這個變大我感覺可以放化妝棉啊 面膜更多的東西 下面這個比較寬的袋子 我通常就會拿來放 瓶瓶罐罐的東西 像保養品啊洗面乳啊什麼的 我就會放在裡面 下面這個竟然是可以拆的耶 它是有扣子 你可以把它拆下來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想要用這個 吊掛式的袋子 你只想要這一個的話也OK 我最喜歡這種收納袋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鉤子 你只要有這個鉤子 不管你去外面旅行 住 親旅住 民宿 住什麼飯店 你的洗澡空間有多艱難 只要你找到一個鉤子可以鉤 就完美了 你就只要掛上去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你所有需要用到的東西 不用怕說沒有檯面 讓你放瓶瓶罐罐啊什麼的 它這個才 500日幣耶 就是110塊台幣 但我可以感覺到 它這個因為有扣子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沉重到非常重 如果你真的要帶一大堆 超大瓶的瓶瓶罐罐的話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我也小小的拆開來 就是要抽獎給你們的這個袋子 這個的話 材質跟剛剛那個有點不一樣 剛剛那個是網袋 這個是完全封閉的塑膠材質 一樣是有一個鉤子 然後上面一樣是網袋 中間呢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袋子 欸我覺得這個的設計 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這種防水啦 剛剛那個應該要有這個防水材質才對 我覺得這個是最實用的 你如果放那種會濕掉的東西 你就不用擔心 會滴到你其他行李裡面的衣服什麼的 有這個才是最讚的 欸那我突然覺得這個比較好耶 可是已經說到我這個要送你們了 接下來的三個好物呢 我們要進到廚房好物囉 首先第一個呢 是鵝黃色的電子襯 是不是非常的可愛 迫不及到把它打開來了 我那時候看到它有擺那個展示品 然後我就覺得太可愛 而且它只要1200日幣 263台幣 其實我覺得它照片上面看起來像鵝黃色 但本人比較像鮮奶茶色 登登 漂亮吧 顏色真的好喜歡喔 但是一樣是重量比較輕 塑膠感比較重一點 所以我覺得拿來就是 簡單的測量 你廚房用的那些調味料啊 一些食材什麼的就滿夠 那它這邊劑量的範圍是 2克到2000克 也就是2公斤 超過就不能用了 它的設計其實很簡單 這邊就是有一個開關 有一個歸零的符號 所以你就只要開然後歸零 然後放東西就可以了 因為真的很多電子秤都是做黑色 我看過有些做白色都很貴 而且它的大小還蠻小的 我覺得收納上面也會比較方便 下一個呢 一樣是跟它色系很接近的 玉紫燒鍋 好美喔 我真的是瘋掉耶 你看它連手把 這裡也全部都這個顏色 而且後面也沒有說變黑色喔 這裡全部都是銀色的 看到我直接忍不住了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常用玉紫燒鍋的 我本來那個以德利的 已經被我弄到旁邊都髒掉了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要不要再買一個 可是我還是忍不住買了 因為呢 它只要 一千日幣 就是210幾塊台幣而已耶 天啊 好可愛喔 其實他們家的鍋子都非常的可愛 只是我家已經有Nail Flam的鍋子了 所以我就覺得我買這個 可能我比較會需要的玉紫燒鍋 但其他還有這些真的都很Q 你們也可以看看 接著廚房的第三樣好物是這個 是不是覺得連涼池都蠻瘋 但沒辦法 因為太好看了 這個是有點象牙斑 然後這是灰色 這個是藕粉奶茶色吧 喔三個顏色都好可愛喔 然後這個是 300元日幣 這個只要60幾塊 會不會連那種銀色啊 還是黑色 都要100塊啊 這個竟然只要60幾塊 可愛死了 它還有做一個像鑰匙圈一樣 這樣子幫你掛 那這三個呢 分別是大中小 然後大的15ml 中的是5ml 小的是2.5ml 因為我們家是真的完全沒有涼池這個東西 這個是太陽生唯一一個就是大推我要買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在逛的時候沒有特別想要買它 但他就一直跟我說 我們家真的有缺這種涼池 尤其是我每次想要 其實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倒了多少醬油啊 還是多少調味料 但如果之後用這個涼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我是用幾匙估算那個份量 而且它這個上面啊 都有幫你標它的 所以你忘記也沒關係 上面都有寫 但我猜啦 這種材質的缺點就是 你比較容易流色的醬料 然後又沒有趕快洗的話 可能有一點點染色 因為它這個就是矽膠的 我覺得也可以拿來試喝 因為它的耐熱度有到230度 欸不然我每次都要洗好幾個湯匙很麻煩 很快來到倒數第二樣要推薦的是這個 口罩 口罩呢 是Sfreecoin他們公告年度最熱銷的商品之一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欸他們的口罩 那麼多厲害的牌子 厲害的款式 怎麼還會這麼 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它真的 非常的便宜 這一盒竟然只要300日幣 大概60幾塊 60幾塊裡面不是什麼給你5片什麼的喔 裡面有30枚乳 你66塊可以買到30個 這種漂亮的2D口罩 這個真的很扯 而且啊我其實有先偷看 它的顏色 它真的很好看 它還很實用的就是幫你做了這樣子的設計 你只要把這個開口 這樣子打開 然後你就擺在桌面 你就可以這樣抽欸 超級實用的 然後它的奶茶色呢 是連這個耳朵的這個線都是奶茶色 裡面也是一樣奶茶色喔 這樣戴上去 哇 以美型來講是蠻漂亮的喔 有小臉的功能喔 它們有幾個牌子 我之前測這裡還是會感覺肥肥的 可是它這個大小很剛好 給女生戴 但男生戴可能會太小了 有一些他們日本口罩的缺點是 裡面會有點毛毛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還好 不太會毛毛的 還不錯欸 但是它裡臉很貼 你大概鼻子跟嘴巴這邊這一區塊的妝容 可能不會掉 可是這裡是非常服貼的 可能就會有點掉妝 我有點後悔我只買一盒 我應該要買好幾盒回來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 日本的這種2D口罩 比我們台灣的那種主打漂亮的口罩好戴非常的多 而且他們這個耳朵這個線都超級舒服 除了奶茶色之外 還有灰色跟粉紅色 我看到它每一欄幾乎都是被拿過好幾盒的樣子 日本的女生應該也很愛買 很快的來到了我們今天的最後一樣好物 是他們家的裝飾品 我這邊就是代表性的買了一個裝飾盤 那其實我在店裡面有看到像這樣子的花瓶 我都覺得超級讚 因為這種花瓶在外面很動不動就要500塊以上 可是他們家都賣很便宜 什麼300日幣有那種100塊以內台幣 就可以買到的這種玻璃花瓶 那個比較大我就是沒有需要所以就沒有買回來 我就買了一個我自己覺得比較不錯蠻可愛的給你們 是這一個裝飾盤 它也是有點奶茶鵝黃色的 就像這樣子的盤子 你看這樣擺在這邊放蠟燭很漂亮 然後你也可以放一些飾品啊什麼的 它其實實際拿起來是有一點點輕啦 就是你會知道它的質感沒有到超好 你看像它底部這裡的漆也是不太均勻 可是因為這一個就是300塊日幣而已 代表它只要60幾塊台幣 跟你買那種淘寶的裝飾品不是差不多嗎 甚至還更便宜 如果你是想要裝飾家裡便宜買的話 可以去他們家挖寶 也有什麼抱枕套啊 或是一些藤邊欄啊 你們都可以去逛逛看 我覺得很推薦他們家的裝飾品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要推薦給你們的 3 coins奶茶色好物們 那你們最喜歡的是哪一樣 最想要殺去日本買的是哪一樣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再去會想要回購 或是買來送給別人的 兩樣應該是 我會選圍巾 那個圍巾真的可愛到 受給每個人都不心痛 然後應該也會得到很多讚美 第二個呢我會想要自己囤貨的是 口罩 那口罩真的好便宜喔 我現在在台灣其實還是滿喜歡戴口罩的 如果可以都戴它的話超讚的 相信呢2024年大家應該也是有很多去日本旅遊的計畫 那你們都可以去找找看當地的3 coins 然後如果有plus的話更好 就去現場逛逛看有沒有什麼你需要或喜歡的好物吧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發我的IG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今天穿的這間大學T呢 是Morgan跟可口可樂的聯名 我覺得超級好看 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它這麼長喔 超級讚的 可以遮屁屁 它的版型也很好看 圖案也很好看 我這一件是綠色的 是S號的樣子 就已經oversize很好看 然後這一個項鍊是這家的 超級可愛 它是花花的 很漂亮吧 掰掰 掰掰 可以見見 按贊在我 我們再送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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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送大家